我們現在在桃園的大有路商圈 今天太開心了 來到桃園當然免不了又有一個熟人 王老師 王老師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雖然很熟悉 但是又不是太熟悉 可能還是要你來指點一下 這哪裡 明光東路 對 它剛好是大有路跟大有路的一條 一條 一條 穿在一起的 它直走可以到小塊溪 直走 這個角度看過去就小塊溪了 那這是一個公園耶 現代人好像買房子 沒有公園不行 公園可以加分很多 所以我們有機會看到公園宅嗎 是嗎 這是公園宅是不是 應該講說它的附近除了公園以外 它有桃林鐵道 現在變成護道區了 好像就在那邊是不是 在它的後面 在後面 我們走出來 這條你說是叫明光東路嗎 對 明光東路往那個方向走過去 往下有小塊溪 西邊 往西邊走 就小塊溪 往這邊就是大有路 這邊大葉路 它等於是大有大葉商圈 對 但是大有路最近有一個大新聞 新光三越搬走了 對 這是怎麼樣 連那個什麼 那個星巴克現在都不開了 對 只剩85度C 那這樣 所以希望未來 那邊可以有新的 這個商圈入住 百貨入住 對 那我們今天到底是要看什麼 不是要討論星光三越的吧 對 就在公園旁邊 公園旁邊的房子 對 喔 是什麼房 在什麼地方 它這個建案叫做巴黎街頭 巴黎喔 對 它是個社區名稱 Paris 是在什麼 是怎麼走 接下來 就在你的右手邊 這邊喔 對 它這個是私有巷道 所以從這邊進來就是私人巷 就是他們社區的 這個早期 在20年前的時候 這個案子是非常有名的 這案子非常有名 它的設計就是 這條私人巷道 你一晚問過去 就有點像在國外 喔 在國外的感覺 對 那台發財的還可以洗澡嗎 哈哈 有愛觀眾 有愛觀眾 好 那我們就實際上去 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走囉 大家都知道我全國跑 那停車的費用應該很高吧 推薦大家使用 遍布全台多有停車場的跨區停車服務喔 只需付一個停車位的租金 可以享受五個停車場的生活圈 我在台北市選了一個 在我家旁邊也選了一個 在中正義文特區也選了一個 在中正義文特區也選了一個 每個禮拜去台中賞屋 所以在台中也選了一個 官方只針對頻道粉絲提供優惠喔 優惠額度非常有限 歡迎有需要的朋友 千萬別錯過囉 進來了進來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社區裡面了 欸 超漂亮耶 這好像是私人花園耶 對 這 這可 這個等於是 外面跟裡面 有一個呼應的感覺 對 它其實一致性很高 同致性很高 感覺好像來到一個花園耶 所以是私人的 對啊 超棒了 你在走在巴黎的街道 這真的是巴黎什麼花街是不是 巴黎花都 有哪種 感覺 有那種感覺 是好像心花怒放 其實這社區還蠻可愛的 那這社區除了就是 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屬於中庭以外 還有其他的公社嗎 它也有健身房 圖書館 KTV4 就是我們現代新的社區 有的那些東西 全部它也都有 它都有 只是我們不能去拍 我們不能去拍喔 好啊 我們就散步在巴黎街頭 我們散步在巴黎街頭 真的散步在巴黎街頭 這社區就叫巴黎什麼 巴黎街頭 巴黎街頭 好 那我們就直接上去囉 喔 Bonjour 來到巴黎 就是要好好地學一句 那個法文 Bonjour 或者會這個 黃老師 這是什麼房型的 它是屬於比較大的三房 大三房 適合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使用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好像有一點年紀的使用痕跡了 一手屋 一手屋 然後進來了以後 它沒有做玄關 所以假設說 它這個地方要再做玄關 可能也不是很適合 反正現在很多人也不在乎 有沒有玄關 進來了以後 可能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做一個鞋櫃 做個鞋櫃 或者是做這邊 做整排的 就是連電視牆一起做 因為它這電視牆是有隔出來的 好 這直接做出來也可以 看你怎麼做 那 現在我們看到這一個客廳 它的面寬呢 這樣看 一二三四五 大概三米多 三米半左右 的一個面寬 所以這個電視太小了 42吋而已 這台要換掉啦 哈哈哈哈 下一個有買這個房子的人自己處理 然後這邊有一個類似做一個像和室的 一個空間 它再來架高木地板 石木地板 然後推出去 推出去了以後呢 它這裡 是一個 看出去 喔 剛好它對面那個社區 那個是一旗 那個是一旗 這個是二旗 然後對面這個是民住 新的 新的房子 那個Bruce就買這個 哈哈 Bruce買這個 然後看出去就是 那些什麼 珍愛系列的房子 珍愛歐洲那邊 加州珍愛歐洲 OK 這個地方它的視野很不錯 對 那這邊 因為 明柱蓋好了以後 它會遮擋一些 西曬耶 還好 擋不太到 擋不太到 還是一樣 蠻熱的 然後可能 是不是有一點點的這個B刀 就是從這邊 但是因為距離應該有個100米 100米 200米左右 所以它的強度沒那麼強 看你有沒有很在意很介意這個事 進來了以後 這邊 從大門 這個是大門 大門進來 這個地方你可以放一些 比如說像 可以做個櫃子 然後這邊可以放一些展示 展示的東西 就在這裡 它現在也是有展示櫃 但是是這個四格櫃 這可以換掉 這房子這麼有質感 在巴黎 然後轉過來 這個就餐廳了 餐廳它這個裝潢 它有做一些 好像是戰道那種感覺 現在這個 有些人會在戰道上面再貼個木皮 不會這麼單調 只是做個間接或成板 整個看起來就會 這一間 餐廳其實還挺大間的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個可以放六人桌 六人餐桌 它這個只是擺成 它可以擺橫的 它也可以擺橫的 就擺橫的 然後就這個有一點像歐洲那種壁爐 那種感覺 壁爐 然後這邊 可能當時是結婚的時候 新婚房 那個喜致有沒有 這個可能就是放 本來應該鞋櫃在這裡 鞋櫃應該在那個地方 看東西沒有 可能是鑰匙都在這邊 不放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廚房 欸 廚房挺大的 對啊 你看 這兩 這等於分成兩邊 雖然說現在比較老舊了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這個太老舊 你還可以把它換掉 它的 這邊還有水路 就是它這個不是只是個櫃子 它下面還有水路 排水啊 跟水源 源頭都有 然後看過來 雙口爐 這個可以換掉 有一點 這個使用的痕跡 當然如果說 你像我一樣 預算不足的話 我就插一插繼續用 還是可以用 冰箱應該沒有要搬走吧 好 然後我們轉過來以後 看一下它後陽台 欸 它這應該當時建商做了 直接做死的 就是石頭的 直接水泥空起來 所以這個行 欸這個很好用喔 比如說洗脫髮 然後洗一些比較油的東西啊 像這個喔 也是行阿來有沒有 南橋水晶肥皂 洗臭襪子專用的 然後這個後陽台非常大 然後冷氣放在那邊 嗯 我是覺得冷氣看可以怎麼弄 比較好看嗎 弄一下 不然這個喔 這個地方你看 你掉衣服只能放這邊 看到時候再自己來看怎麼弄 這邊洗衣機 沒有要搬走吧 搬那台幹嘛呢 是不是 成交送你 成交送洗衣機 那這個我剛剛講 這個放在這邊呢 它除了 這會佔掉它的空間以外 它這個熱氣又排到這一間房間 這一間房間 剛好是對它的後陽台 我們直接來這邊看一下就知道 公領域的部分我們看完了 我們看一下 就是私領域的部分 這一間就我剛剛講 它直接過來就直接吹這邊 所以你夏天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熱氣不會吹進來 嘿嘿 就是不是這麼好看喔 不過本來這邊會掉內褲 可能也還好 後陽台這一間本來就這樣子 那它這個全部都做木座 這是什麼木座的 哎呦都在看什麼書啊 看一下喔 感覺很有文藝氣息呢 這應該是兒子的房間 地板也都盯這個木地板 不過現在這種實木地板比較不流行 大部分現在都改成SPC卡扣式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廁所 廁所部分它這是一個三建築的部分 嗯可能買這房子 這房子應該有十幾年了對不對 嗯二十出頭 二十出頭年了 那那如果買的話 預算如果足夠 這個是可以就是全部重新改造一下 改成比較新式的那個衛浴設備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一間 這一間是赤卧 赤卧其實也挺大的 只是說它的這種 我覺得現成家具的缺點就是 它沒辦法完成完全符合你這個去量身訂做 所以你會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太大了 我是覺得如果你到時候買這房子 找設計師來弄一下 這間房間不算小喔 那弄完我覺得它的空間的配置會更好 而且它的天花板高度也蠻高的 它這個有消防灑水頭 但是它的高度還還算就是不會有壓迫感 然後看出去就是星光三越那個角度那個方向 那個叫什麼 你說什麼生活家對不對 另外一個社區 然後那邊就大有國 大有國中了吧 大有國中國小 大有國中國小都在那裡 大有路上圈在那邊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間房間就是主臥室 主臥室它一樣做木地板 進來了以後呢 有沒有看到右邊它有一個廁所 那這個廁所呢 它是三建築 但是它浴缸 就是現在很多房子二十幾年前它配的方式就跟我們現在的是一樣 浴缸是配在主臥室這邊 那你可以做一個乾濕分離 或者是這邊呢 弄一個玻璃把它阻絕 你在裡面就不會噴來噴去 那這邊它還有一個小空間 它做的這個成板玻璃成板 那邊也做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但是沒有暖風機啦 應該買這房子的人應該兩間都會重新處理 我們來看一下主臥室 主臥室很大耶 它當時應該把錢都花在主臥室了吧 你看 這裡面還有櫃子耶 裡面看起來就有主臥室跟客廳做裝潢 有做裝潢 這當時應該是婚房啊 當然錢要花在這一間啊 裡面這櫃子都有 這都是木工的 但是 有一些使用的痕跡 老實講 如果重新的去油漆粉說 應該還是可以還不錯 因為它這設計 蠻典雅的 蠻適合這個巴黎 巴黎街頭的感覺 天花板是平丁 大概是這樣 這個床呢 可以換掉了 太軟了 現在這個已經沒有彈性了 可以換一個好一點的床 好不好 王老師 這個房子算是 在我們大有路商圈這邊的一個 離大有路跟大夜路幾乎是在中間的地方 它旁邊本來就是星光山越 可惜星光山越現在已經人去樓空 未來不知道會招商會招到什麼樣子的 一個 就是商場進來 不過我相信有一個這種地方 在你家旁邊真的是很不錯 旁邊有桃林鐵路 桃林鐵路在旁邊走路散步非常好 旁邊剛剛走過來又有一個公園 小公園 然後去大有路商圈跟大夜路商圈都很近 旁邊就是學校大有國中大有國小 旁邊又有一個小快溪商圈 小快溪重畫區 但看過去就是那些高樓大廈有沒有 看得到 對就在那裡 所以你要去小快溪的新永和市場也有 要去火車站也不遠 要去我家 在中路重畫區也很近 這地方好像不錯 以前就是大有路這邊 都是接納台北人 桃林人也很多人搬來這裡 好地理位置交代完畢 接下來黃老師 這個坪數是幾坪的 它是三房加一個車位 三房加車位 47.1 47.1 這樣車位多少 車位是9.9 就是它的主建物的部分 全狀有37坪 全狀37坪再加一個車位 大三房 37坪再加一個車位三房的房型 這樣子屋主開價多少錢 1398 1398 說錯了 全狀是47 全狀47 全狀47 車位 三房 再加一個車位 1398 情緒 有沒有彈的空間 有的話 我希望想買的要快 因為這間真的太多人看了 太多人看了 我們太晚來拍了 是不是 剛賣沒多久 但是已經很熱了 其實有可能我們片子上 還沒上就賣掉 之前常常這樣子 因為這間真的是價格可談 價格可談 所以意思是開價是開價 實際來談比較好 它這間不是開價就是底價 這間不是 開價不是底價 OK 好啦 暗示的這麼清楚 有興趣的自己跟王老師聯絡 又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一起來現場看一下這個區域的環境 我覺得 這個地方我最喜歡的 其實 三房這個大小 可能比我現在住的大一點點 可能我換到這個大小沒有 就是沒有升級的感覺 但是環境我很喜歡 這個很不錯 所以如果對這房子有興趣 直接到現場來看一下這邊的環境 特別請王老師帶你們去看一下 這邊附近有多少個公園 綠圓道啊 還有學校 還有大有路跟大夜路商圈 都在旁邊 如果你是慈濟的那個 慈濟的話 旁邊有慈濟的那個會 禁師堂 所以一起來這邊 直接跟王老師聯絡 又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來分享的 買房心得或中央心得 或者是被騙的心得 歡迎跟我們聯絡 下面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壽的 也歡迎找王老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自身 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